大家好 我们今天中午来马六甲的一个莲心茶室 叫莲心茶室的一个茶餐室来吃午餐 是住在这个小区的一个朋友推荐的 他说一定要试一下这里茶餐室的各种餐点 你看了一圈怎么样 看中了个什么地瓜球呀这个是啊 是吧 这个是小孩都爱吃的呀 啊是的待会买一份啊 清汤干捞 看有多少个档位啊 这里都是本地人来的 离市区有一点路不是很远 但是呃游客一半不会过来的 旁边是个北天宫挺大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寺庙 到这边吃饭还能闻到烧香的那种味道是吧 香火味是吧 啊是这老板地瓜球刚刚砸起来的 赶紧蹭了先买一份 垫垫肚子 这个是刚刚出炉的 几秒钟前刚刚出来的 哈哈哈 哎呦看到出炉了赶紧跑过来 啊你们这个走近的呀就在隔壁是吧 哈哈哈 对两个眼睛都直了 哇黄灿灿的地瓜球 是五块钱十二片是吧 十二粒地瓜球 你看他们的油也很干净的看看啊 超级干净的 所以这个炸出来就很放心的 好谢谢 好你们先吃啊 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因为Emily你看有七十年的拉萨了 哪里啊让我看看 哪一个哦这里还有一个广告牌的 不是不算广告牌这个是报纸之类的是的 这个是有年头的 哇这是宣传的 有口碑的这个是 是七十年了 啊肯定要来一份 第三代了是吧 哦老板说第三代了 哇很厉害很厉害 海南过来的是吧 好的好的 那我们肯定要来一份的 老板 是这里吗 是这里吗 那边点是吧 那边点是吧 这边茶水是吧 好的好的 你把茶水点了吧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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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大杯的吗 老板 你好你好 哈哈 哦谢谢太荣幸了 哈哈 你来一杯烧的对吧 我来烧的咖啡 老板泡咖啡 啊欣赏一下 我们吃的先慢一点 哇50年了 又碰到个认识Emily的 哈哈哈哈 今天我们碰到个好日子啊 是隔壁的九皇爷 什么一个大日子啊 所以今天我们吃素 今天这边卖的全是素菜啊 我们今天我们就吃一下素 来感受一下 真的是感的日子还挺巧的 我们不是特地选的 所以都是素菜素饭怎么样的 感受一下 你想吃哪个 吃素的话你最喜欢了呀 吃素咖喱 啊完了 哈哈哈哈 吃菜 哎呀 哎呀 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 干捞药的 来一个吧 有什么就吃什么了 Emily好吃吗 这个地瓜球 哈哈太假惺惺的 其实自己都不够吃 还给妈妈吃一个 哈哈哈哈 这一份是店家招待我们吃的 哎呀我们太感动了 正好是碰上这个 九皇 九皇爷 九皇爷的什么大日子 淡辰啊 我不知道 大家给我们科普一下 然后 请我们吃一起来庆祝一下 这份 很棒的 料很丰富的这个面条 哇 都是素的哦 这个是 来 啊你喜欢的 这是干捞 对的 我太太是一直想吃素饭 说什么时候 大家也很多人想让我们介绍一下 马六甲的素饭 是吧 哦 都是一家人是吧 哦 都是一家人在这边来做的 哦 是是是 老板你太客气了 哇 真的是让我们怎么好意思 我们今天这几份 都是老板老板的家人招待我们的 哇 我们 真的是 无言以对啊 真的是 人情味 这都是人情味啊 班杰啊 一份 简单的咖喱饭 一份饭 就是一份浓浓的情意啊 享受吧 放了点辣酱是吧 酱油 酱油是吧 黑酱油 这是黑酱油 哇 放了点黑酱 啊对 更有色泽了 太好了 这里我们等那个 他做了恢复正常的餐饮以后 我们再来 吃一顿 我们本来是想 我朋友说是 他的那些 呃 然后鱼 那个鱼丸面 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 鸡饭 那个咖喱饭 什么都很好吃啊 这个饭对吧 它不是白米饭 它不是 它很鲜的 我这个是咖喱的 是不是 跟你那个还不一样 是吧 你那个是没有咖喱的是吧 对 哦 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大土豆 你看 这是咖喱土豆呀 是的 咖喱土豆 哇 怎么样 哦 米饭不一样 它这个是白米饭 你这个是米饭 是用那个 带味道的 是的 挺讲究的 怎么样 更喜欢吃哪一个 都很好吃啊 都很好吃啊 大家 就是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我们在聊Emily 就 虽然没有肉 平时爱吃肉的Emily 吃的也是津津有味 你看 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是吧 这个是 豆干 属于豆干 是吧 豆干 然后那个 这个 这个什么 炸的这个 炸那个虎竹 啊 这个一片一片的 我没吃过这个 这是 嗯 炸虎竹 好香哦 它的这个辣酱很好吃 对 它们的辣酱很好吃 辣酱很好吃 蘸上去味道超足 这个 嗯 我爱吃豆干的 我们看一下 老板来做传统面包 是这么做出来的 这个是海南面包 海南面包 哦 它不是直接放在火上烤的是吗 就是 它是 这个是铁板 哦 铁板上面烤的 哦 我看到很多都是下面有炭火烤的 那个是另外的那种 那种面包是吗 这个是正宗的 传统的海南面包 哦 是这样烤的 哦 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是 你看 这个是一整套设备 上面 咖啡是保温的 因为这上面都是热水 都是烫的 哦 然后这边用余温 这边是来烤这个面包的 啊 烤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哇 太 我们也是学习了这个 这手脚要快 真的是 把所有的地方都利用起来了 啊 真聪明 这个就是一整套 这个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 循环系统 哈哈 烤面包 煮咖啡都是在一起的 我朋友推荐也说 这里的烤面包也是必须要尝试的 哇 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这个海南面包是这个样子的 海南面包 就可能感觉到它很脆 啊 对的是的 硬硬的看 就这样的你看 很脆的是吧 啊 因为这样烤的话 它就不会有 不会有焦的 是不是啊 很棒的 而且它的面包挺扎实的 是不是啊 你感觉吧 它应该不是买的那种 它应该是自己切的一片 啊 它整条的面包 它不是买的我们 那个 那种 那种 吐司面包就是切好的那种 是那个整整块的 啊 整块的它自己切的 啊 是的 是的 而且它这有可能是 定制的那种吐司 也不一定是 我们买的那种吐司 是吧 它里面的纤维什么做的比较扎实的 好吃啊 面条你们是一点没给我剩是吧 我没没尝出来面条的味道 因为我没尝到 很好吃 又滑又清淡 是的 我面条没吃到 我留了一点 我吃到了 哎呀 这个豆干很香的 超级香的 豆味十足啊 就是每年的 农历的 九月初一到九月初九 就是 这边是全做素菜的 就是 阳历就是不一样的这个日子 然后过后 再过大概几天 然后开始正常的做 这要休息一下 对 超忙的 是的 免费餐食吃完了 是吧 跟老板说一下 感谢一下老板啊 今天都是老板 请我们吃的 我们就 价格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就简单拍一下啊 就是 都是六块七块的 就是这个样子 都是很平价的 很平的这个价格在这边吃的 都是你看啊 现在人是 我们是吃的拍视频比较慢 大家都是来了走走了 又有人新的客人过来 我们跟老板说过了吗 老板现在忙的不得了是吧 那我们先 先 先走了 我们先去旁边的 寺庙这边来看一看 哈喽 老板 谢谢 谢谢 生一心了啊 拜拜 拜拜 我们到隔壁的寺庙去看一下 九皇爷是北天宫 马六甲很有名的一个寺庙 九皇爷好像是属于道教的 是八卦的是吧 不是佛教的是吧 我们就不太懂这个 拜拜的这个规矩真的是 马来西亚这个传统真的是太讲究了 今天我们就简单参观一下北天宫啊 九月初九农历的这里有个大国活动 我们过来拍一整集的我们就更拍一下 听说活动非常的精彩啊 大家期待我们到时候的视频 那我们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Emily